Lots of people want to ride with you in the limo but what you want is someone who will take the bus with you when the limo breaks down by Oprah Winfield 这个世界感尚添花的人多,雪中送炭的人少 大家可能都要听过什么叫慰安府 首先今晚我会和大家分享香港轮陷的时候 风月场所什么叫吾砌屋 然后我会和大家分享飞机和医院的鬼故 压转就会讲一下刘培基的身世之谜 以及她妈妈究竟是什么底势 妹姐发觉自己生了癌病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就找刘培基究竟她两个一起经历了什么 最后妹妹送了两个豪宅给她 这一条影片有很多细节 真正的好朋友不会向你道别 即使你已经不再在人世 好的回忆是永远长存 Good memories never die True friends never say goodbye Are you ready? 话说有一间医院在九龙 在医院里面第一幕你会见到的 在医院的控制室 控制室其实就是看下所有整间医院的角落 电梯、升降落、电梯、电梯等 那间控制室有很多电视 看到每一个医院不同的角落 但是其中有一部电梯 就突然间freeze了一个画面 停了一个画面 只是看到里面有一男一女 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在里面 但是画面就停了 他们check那部电梯停了 在这个basement3里面 然后就要找人 找人就 为什么无端端这样 等一会 要找人 找人就说 可能电梯坏了 但是为什么银幕停了 在医生和姑娘那里 两个人的表情那些奇怪 就call一个engineer 那个engineer 我给个假名叫阿水 阿水就去到这个控制室里 阿水就开 他就说 他问 然而 systems 为何呢 派人下去 派人下去 派员工程 问是那里面有没有人 其中另一位工程員去到那層樓 就懷疑是否有一男一女 然後就問有沒有人啊 你們是否在電梯上 但沒有人應他 阿水另一方面在這裏弄銀幕停了在這裏 他就搞那部機 搞那部機 為何freeze了呢 搞了一會 然後他就看到回帶 終於動了銀幕 回帶究竟之前發生甚麼事呢 我們就由電視的螢幕看看 這個畫面停了之前 freeze即是凍結 即是他停了那一幕前 究竟發生甚麼事呢 就是話說 一個男醫生他就下班 在一樓那裏入了一部升降機 入了升降機的時候 剛剛他入了之後 就有另一個女護士 進了這部升降機 兩個人在升降機 他就去到這個 Basement 3 去到Basement 3的時候 由於他們想去Ground floor 怎料無緣無故跌倒去Basement 3 Basement 3一開門的時候 突然之間有一個小女 小女就想衝進那部升降機 但是呢 那個護士就想 按住門讓他進來 但是那個醫生就立刻關了門 那個護士就跟他 他跟醫生說 為何你關了門 妹妹明明是進來的 醫生就陰陰嘴笑 望著那個姑娘就這樣說 你知不知道Basement 3 是停屍間來的 你有沒有見到他的手上 是戴著一雙紅繩 紅繩即是說他已經死了 未講完 就在這個時候 那個護士就舉起他自己的右手 他就說 是不是這一條啊 未完啊 護士就舉起 即是他意思是說 我都是小女的自己有 我都不是人來的 但是在這個時候 護士看著那個醫生 醫生的眼神 帶著一種憂傷 有少少憂鬱的眼神 但是當那個護士再看清楚 這一位醫生的時候 原來醫生對眼 是走出了一些愚蟲 原來醫生都是鬼來的 三隻都不是人來的 跟著呢 阿水 維修回 看到帶的時候 跟著呢 他就很害怕 他就想叫同事 喂喂喂 你們看看 看看剛才發生什麼事 我沒有眼花 他就再回帶給其他同事看 誰知道 他再回帶的時候 那頂帶裡面什麼人都沒有 再看不到 那部電梯有什麼人 接著他打電話 給在電梯外面的導演說 喂不用了 下班了 你明白嗎 OK 這就是第二個 跟大家分享的靈異事件 好了現在去到戲肉了 你們是不是很想聽呢 OK 那我轉回那個 轉回這個錄影 因為我剪了一些片 來 再見